为了让国产水果产业能够永续发展 农粮署在30号上午举办了食农教育活动 除了阅读绘本之外 还有农友在现场分享栽培历程 另外搭配DIY实作体验 带领学童们进入水果产业世界 让学童扩张视野 诱发自主探索学习力 现场气氛何乐 农粮署30日下午在新北市永和国小 举办食农教育活动 现场还展示多本绘本 透过互动导读带领学童进入水果产业世界 从111年开始 已经出版了 这个总共有两套 六册的一个 以台湾水果为主角的一个绘本 那我们希望透过绘本的一个方式 来交易我们下一代 六本绘本都以水果产业为主题 画风可爱易懂 让同学们和台湾农产业零距离 也可以培育新世代农业人力 那后续我们还会在前台湾 总共有五个国小 也是办理相关食农教育的活动 整个农产品的一个食安的安全以外 也要让他们了解到来自不同地方 农产品的特性跟环境的属性 另外现场还有农友分享离岁的栽培历程 还可以品尝当季最新鲜美味的水梨 现场更有DIY实作体验 透过互动故事导读戏剧演出 以及手作体验等方式带领学童了解食物 从产地到餐桌的历程 体验农业与生活间的连结感 节奏好不好